KTV突然传出凶杀案 警方获报 立刻派出大批人力赶到现场 为了了解案情 警方也将受伤男子的友人 带回警局询问 而冲突中受伤的男子 被人拿力气刺伤 背部被刺穿 坐往鼠离基隆医院进行急救 而经过了解 原来是客人久后期冲突 造成了被害人背部被刺伤 而他从包厢被人一路追到外面阳台 最后体力不支倒卧地上 被人发现之后 紧急的送一抢救 女生都看了谁的一眼 谁都看他女朋友一眼 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不对 那那么多人过来 然后就站在那边 换伤情形就发生在 基隆仁二路上 一间KTV店内 而警方获报之后 也立刻调阅沿线监视器 要找出行凶的嫌犯 有关本侠今日 这个七点多的时候 在KTV有发生这个 九克冬后事件 本署已经调阅这个监视器 锁定特定的换险 目前在积极侦办中 男子没有想到 好断断到KTV唱歌 但九过三群之后 竟然和人发生冲突 还被刺伤差一点就丢了性命 幸好在急救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详细的案发原因 到底详情如何 还要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跟林荣 其中的报道